欢迎收看那白话语言 我们是大白话 小白话 还有小包子 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这部电影叫做秀达达的铁拳 非要说 咱们来看点什么 这部电影说的是啥呢 说呀 那是发生在不知道啥时候的故事 那时候的世界都是女人的天象 也就是说 男人一点点地位都没有 在家要守三重四德 吃饭都不能上桌 在外还经常被女人们调戏 简直是太爽了 不是 简直是太痛苦了 但可是 在任何时代 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人 他们不会向世界妥协 他们敢于挑战 咱们的男主们 就是几个钢铁直男 不管女人有多强势 人家就要做爷们 不可能去F4 他们要做世界上最爷们的人 这几个爷们 分别是重分割 还有两个小弟弟 兔老亮和二浪长 在这个女人当权的世界里 是不允许有这么另类的男人 那咋等啊 他们就被有关部门给抓了起来 然后就送到直男改造中心去改造 据说是爷们进去美娘出来 反正就是一个个血气方刚的进去 出来之后 全都变成了女装大佬 咱们的中分哥这几个人说死话 完全就是直男挨挽气的人 像他们这么爷们的人 根本不在乎改造 在这里每一个直男 都会配上一个美女教官 一对一对他们进行改造 那么具体改造内容都有哪些呢 就是教男人们如何了解女人 如何三从四得 如何把女朋友 伺候得明明白白 如何化妆 咱们的中分哥的教官是一个乖巧妹 因为他看上去很乖巧 而且还是咱们的女主 对于中分哥他们这几个老爷们改造 还是非常有难度的 根本就是明瞒不灵 软的硬的都不好死 爱谁谁 爱咋咋地 其实啊 乖巧妹来这里工作 也是有自己目的的 因为他的哥哥就被抓到这里 据说被关进了地牢 乖巧妹心里也很反对 女尊男卑的思想 但可是在地牢的时候 乖巧妹也没找到自己的亲哥哥 只找到一个男人当之强的哥词 看来哥哥已经逃走了 所以乖巧妹也不想在这里继续上班 万万没想到改造中心的大姐大 发现了乖巧妹手中的哥词 就要在处罚他的时候 咱们中分哥就说哥只是他的 替咱们乖巧妹顶罪 然后还受到了非常严厉的惩罚 大姐大就说了 中分哥这几个小兄弟真是没办法好好改造 应该给他们打直男疫苗 当然这个疫苗是有副作用的 对身体很不好 乖巧妹就挺身而出 愿意帮助中分哥他们改造 如果不成功 就让自己变成金刚芭比守护改造中心 金刚芭比是啥呢 就是打上激素变成大胡子大肌肉的妹子 还真别说 咱们的中分哥也不是那种不知好歹的爷儿 看见人家小妹妹也不容易 于是就说服自己的两个直男好兄弟 人家小姑娘也是为了咱们好 咱们那就好好的学学习 不得不说在这段学习的时间里 还是有那么多美好的记忆的 可是啊 后来因为乖巧妹让中分哥上桌吃饭了 大姐大知道后十分的生气 乖巧妹骗大姐大说是自己假装跟中分哥谈恋爱 让他好好改造 结果这个事情的录音就被另外一个妹子拿到 就这样中分哥就误会了乖巧妹 再后来发生的事情 就是中分哥他们放弃了改造 被强行注射直男一秒 然后每个人都变得十分娘 连自己都控制不了 咱们的中分哥还算是能克制住的 这可咋整啊 关键时刻乖巧妹就说了 你可以去大姐大那里寻找铁男一秒 铁男一秒可以跟直男一秒综合 这样你们就不会变娘了 就在中分哥打算去找一秒的时候 万万没想到其实乖巧妹已经被注射了激素 马上就要变成青钢八笔了 为了能够得到铁男一秒 咱们的中分哥好好学习 发奋图强 在期末考试中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成为了第一名小先右 也获得了跟大姐大共处一丝的好机会 中分哥给大姐大下药之后 寻找传说中的铁男一秒 可惜啊 大姐大根本没上当 关键时刻 咱们乖巧妹变成了金刚八笔赶到 就走了中分哥 虽然这一路 咱们的中分哥一度想要呕吐 但可是还是忍住了 戒备森严的改造中心 不能让你说跑就跑 一场大战就开始了 另外一个金刚八笔很厉害 咱们都不是对手 在战斗中中分哥不小心被大姐大注射了铁男一秒 结果变回了钢铁直男 打败了金刚八笔 还说服了大姐大 为啥男人女人就不能和平共处呢 大姐大其实也想不通 不过周围的人都是这种思想 所以自己也就妥协了 最后的结局是圆满的 大姐大还是放中分哥他们离开的改造中心 中分哥的兄弟和乖巧妹也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电影呢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干啥道理呢 电影是有点扯淡 但是也是对中男情女的讽刺 那些大男子主义的哥们们都注意点吧 要不都找不到对象了 好了 喜欢我就点击关注吧 我们来 我们来